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快速了解它吧 在页面顶端 我们有导航栏 可以引导我们找到大部分的卖家平台功能 库存栏可以帮您获得现有库存信息 添加新商品 管理亚马逊配送FBA的货借 订单栏可以帮助您获得现有订单信息 以及处理退换货 广告栏可以设置站内广告来促销你的商品 也可以为顾客设置多种类型的促销活动 在报告栏下面 您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报告 包括业务报告 广告报告 付款报告 税收文档库 还有亚马逊销售指导报告 最后通过绩效这一栏 您可以看到客户满意度数据 客户反馈 点击查看亚马逊商城交易保障索赔 信用卡巨幅索赔 业绩通知 还有卖家大学 在卖家平台右边您可以找到搜索框 在您有疑问的时候它可以链接到帮助内容或卖家论坛 快速搜索有助于您找到您需要的答案 搜索框右边就是买家信息和帮助 如果您收到顾客信息或亚马逊推送的一些帮助信息 您会在旁边看到数字 通过设置的下拉菜单 您可以完成所有的账户设置 包括联系信息 通知首选项 用户权限 以及各种默认的亚马逊服务设置 在导航栏下方 您会看到屏幕的左边和右边有一些不同的信息功能块 这些功能块的设计是为了让你动心 您亚马逊销售业务的各个方面 近期订单或付款的概览 绩效指标档 同时您也可以快捷链接到卖家论坛 站点各部分和其他亚马逊链接 您可以根据您的喜好 折叠或移动这些功能块 来定制您的卖家平台体验 只剩下中间的区域了 上面和中间是您的销售指导建议概览 亚马逊销售指导 为您搜索了各种能提高销量的个性化销售机会 账户刚刚注册完成时 可能没太大作用 但当您开始添加库存进行销售时 您就需要了解一些了 您可以点开这些推荐查看推荐商品事例 还可以点进去获得全部报告 在下方 你会发现各种重要通知和工具 在此您可以查看亚马逊规则的更新 卖家平台功能更改 和各种拓展亚马逊业务 可能用到的工具和服务 上述内容只包含了基础内容 您可以四处点一点 多多尝试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可以探索 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里深入探索更多具体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